他能词中成绩斐然 40人上榜 其中8成都是国中部只剩高中 这位是陈文林 从国小部一路读上来 医疗志工服务 让他立志要成为护理师 也顺利录取词大护理系 然后就是看到那些家属的痛苦的 就是担心的神情 还有病患的 就是他们痛苦的表情 然后就会觉得 就是很心疼 然后就很想要为他们 就是付出一点心力 因为志工服务找到人生方向的 还有这位姜义珍 到四川参加国际志工交流 找到志向 选择就读中心大学法律系 未来希望把在学校里受到的爱 转化成帮助弱势的力量 吃衣爸爸妈妈 还有老师的帮助 一些温暖的话 都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人文教育让孩子 其实可以在心灵的方面 可以更稳定 然后可以让他们在学习的部分 有更正向的一个力量 在引领他们前进 走出教室 看见自己的良能 当此即人文深根入心 将化作无穷无尽的软实力 为社会注入清流 大爱新闻派与珍珍瑞萍 台南报道 繁星放榜 还有